近日河南许昌市王洛镇一家猪蹄店的老板在店外挂出了讨债条符 要求镇政府兑现三年来请客吃饭所欠下的70万元的白条 这个做法呢引发了各方关注 镇政府连夜还清欠账 相关负责人已被停职 猪蹄店挂上讨账横幅一事被网友曝光后很快引起了热议 有人还专门算了一笔账 一年365天 三年70万的白条 平均下来每天吃掉639元 猪蹄店老板耿伟杰说 他经营猪蹄店十多年了 期间经常有领导干部来就餐 镇政府吃饭一般是以签单形式结账 一餐多则四五百少则一两百 三年前镇政府开始经常打白条 日积越累欠款越积越多 白条吃河白条 百分之至少八九十都存在 耿伟杰说 今年初由于付不起工资 只好把店里三四个员工和厨师解聘了 自己又脑梗塞住了一次医院 身体不好 无奈之下 想出了挂横幅讨债的下策 此事曝光后引发了关注 周四傍晚 王洛镇政府已将欠下的 七十万四百五十元餐费还清 猪蹄店也在第二天重新开门迎客 不过尽管钱讨回来了 但耿伟杰说 因此牵连了一些人 他也高兴不起来 另外当地群众也欠有部分餐费 据了解 许昌市纪委已经介入调查此事 王洛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已被停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